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玉牌子 打玉牌子 花边 还不是方 不是正 也不是圆 它是方中代元的一种花边的玉牌子 它是什么年代的呢 定位在汉代 定位在汉代 它亲的算是花不溜溜的 蛮漂亮的 而且带着红色的财运 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究中国红 带着红 凡是什么 红的就是好 就是一种喜气 也就是一种美 红云当头 红云当头 那还有一对喜气 一种美 它是沁 实际上红色的沁主要 动不动就说是朱沙沁 实际上朱沙沁是少数了 多半都是什么 铁镜 氧化铁 氧化铁浸到了玉里面 它会形成各种颜色 除了红色之外 它还看到条件 一般是什么 黄色 红色的维度 但它实际上别的颜色会不会也都会 所以氧化铁是最关键 我们上次跟各位提到 因为不管古墓也好 或者古代的教堂也好 到了汉代的时候 开始铁气发达 铁气逐步取代了青铜器 所以处在这种交替的阶段 所以那时候拥有铁气 算是贵族中文贵族 不得了的 是不得了的事情 古代青铜器就已经不得了 青铜器在当时定位 上周时期就定位成了什么 国之重器 你看台北故宫 每隔一段时间 他会办一次青铜器展览 他用的名称都是 一个title都是国之重器 你看到这个四个字 国之重器 不要看下面了 肯定跟青铜器有关 这是一个知识 也是一个常识 所以 人家说 汉代的人 尤其他的墓葬里面 或者教堂里面 非常丰富 因为汉代的人 世生如世世 他那种 那种观念很强烈 很强烈 很有那种怎么讲 江浩丁一点 带有那种 像当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 那楚文化的那种什么 那种浪漫 那种神鬼思想 的一种浪漫 所以汉代的有名的 我上次给各位介绍的 辟邪兽 很有名 辟邪神兽 这代表什么意思 那都是代表一种 一种什么 一种护卫 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精神上的安慰 精神上的保佑 另外也有中国传统思想 孔子思想 人的思想在里面 辟邪兽 一般来说都是人兽 他有什么 辟邪的功能 辟邪保身的功能 我们今天虽然不是主题 虽然不是辟邪兽 可是在玉牌子里面 主要的文是 是一只大老鹰 就我们讲大鹏鸟 是一只大鹏鸟 这边 上面又是一个什么 祥云 围绕了什么 一个太阳 一个大太阳 大太阳 在我们《易经六十四卦》里面 讲的是黎卦 黎卦 黎为虎 是大太阳 日立中天 立就是美丽 也是富丽 也是 挂在高空中的一种美丽 不是一种富丽之美 一种富丽之美 这是黎卦 是非常光明 是火 黎卦火 代表的是光明 《易经》的《团传》也讲 是吧 黎者立也 就没黎了 黎者立也 日月立乎天 白骨草木 立乎土 白骨草木立乎土 然后什么 万物化成 万物那个化成 有了 没有 要是没有日月 日月 没有日月立乎天 事实各方面 因为 你没有了太阳 就没有生命 也没有美丽 也没有生命 可以 所以日月立乎天 你看这个太阳 对太太太重要 恐龙之所以消失 庞然大雾 之所以消失在地球 就是因为没有太阳了 有巨大的什么 陨石撞击地球之后 造成了这个沉烟 造成沉烟 那比火山爆发还强上什么 万倍 所以 所以 整个一个地球 变成冷却 黑暗的又冷却的地球 在那种情况下 恐龙消失 所以太阳那种太重要 所以 突然突然讲 离者立眼 月月立乎天 白骨草木立乎土 这个 所谓万物化成 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画片 是一个美丽的画片 而且 这个大老鹰 这个大鹏展翅 也是一种离者立 也是一种美 跟这个太阳 离为火 相互之间作为一种呼应 它的主题 是这样 主题是这样 那一般 对易经没有概念的 它比较 不会往这方面去做解释 它纯粹就是 它画面很美丽 它是 但是 我们这中间 除了画面美丽之外 它还有一些折理 这种易经的折理在其中 各位看看 这个牌子 有1.2公分左右的厚度 虽然是蛮厚的 蛮厚的 可是你看 造起来还是 十分的 十分的通透 很美丽 上原的地方 氧化铁 浸得红红的 还四周的地方 四周的地方 也有这种现象 非常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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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张看 那个大鹏展示的力道 力度很够 力度非常够 好 开开开 闪光灯的效果 开开玩笑 好 我给各位再做一点解释 您不耽误太久 我马上 我还 我还要去 办个事 这个 因为这个老鹰 从绘画上来说 也是经常看到 画音 画音 就是 佛武为养 就是那种 那种 鹰的那种 利于美 利于美 而鹰长的跟熊在 就是 我们中国人的观点 英雄 英雄 人物 或者 这个 老鹰 是一种 利于美的一种代表 利于美的代表 跟我们这个 日历中天的 梨卦 也就是太阳的火 相互之间 相互之间做一种 灰印 我们中国人的 四授法 四授法 懂风水的懂 不懂风水的 应该也知道 这种中国人 左金龙 右白虎 前朱雀后悬 前朱雀什么 这就是朱雀 朱雀的一种大朋友 然后朱雀报喜 左金龙 右白虎 前朱雀后悬 前是代表什么 以中国人来说 坐北向南 中国人都是以坐北向南为主 整个大中国的地理形式 就是坐北向南 南方就代表黎卦 地理方位 黎卦南方火 所以 又跟刚才的 《易经》的黎卦 六十四卦里面的黎卦 黎微火卦 更能够呼应起来 就是用我们中国的方位学 四授法 左金龙 右白虎 前朱雀后悬 四授 我怀疑 我不晓得 因为这是出土器 出土器 我怀疑它是不是原来原始 它是不是有四种形式 它有朱雀的 就是以这个为主的朱雀 还有没有什么 它有青龙的 青龙 因为我们经常看那个铜器也好 瓷器也好 它也说一足吻 或者一足复古 是 那个时代就流行复古 宋朝就开始流行复古 宋 明清 这个朝代 都是复古风 非常盛行的时代 不管是绘画 或者是 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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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气 或者是玉器 都在做复古 都在做复古 我们从明清的复古件上可以看得到 经常一出现就是 什么 青龙白虎 是 四色为一主 但我不确定 这是我这种推估 要是这是朱雀的话 那想必有青龙了 想必有白虎了 想必应该有什么 玄武 玄武就是黑色的乌龟 就是 就是龟 龟形 或者有的人是以龙龟作为一种替代 或者有的人是以壁形 作为替代 应该是士兽的其中之一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估 我为什么把定位来不是后访 不是说宋元明清后访 而是直接大胆的推论他做到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论 人家说古懂古懂 古人才懂 而且古人 你还要古人当事人才懂 你不是所有的古人 就像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一世 我们这一世的人里面 你不是所有事情都懂 你只你眼跟前 你见识得到的东西你懂 你没有见识得到的跟你同样的一个时空 但它好像在平行时空一样 你也看不到 是吧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 讲什么话 我们保留 给自己保留一份余地 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多一份探讨研究的空间 我觉得不要咬死 有的死鸭子 或者嘴铁得很 一定怎么样 那这种人往往都进步不了 或者他很有限 我们保留一点探讨的空间 这是一种什么研究的精神 好 我暂时把它定位在道代的汉代 第一个 我们先 我们刚刚庆舍已经讲 那个 汉代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庆舍 同时 老鹰的这种 虽然是浮雕 它充满了那种霸气跟那种利路 这跟那个明清时期的刁鹰的那种什么 那种手法是不一样的 明清时期的鹰呢 虽然是比较写实一点 可是它的那种野性 那种霸气之美 是显得比较柔和一点 它的一个什么风格 它的一个雕刻的风格 它的庆舍雕刻的风格 第三个 还有它的玉子 用明清时期用的玉器 往往会比较好 那都是 几乎都是和田玉 汉代虽然有和田玉 可是和田玉 还不是全面的这么普及 还不是全面的这么普及 而且那个时候的人 也没有这么讲究 也没有这么讲究 他讲究不是在那一块 所以它这块玉啊 应该是什么 好一点地方玉 那我个人在 当然我没有去化业 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跟目测来说 它里面含有什么样的成分呢 含有石英子比较重 石英子的成分 它硬度虽然是高 跟它那个什么 解禁的颗粒 确实比较大 但是虽然是造起来很通透 我们再造一下 造起来是很通透 造起来是很通透 但是它里面的什么 玉的那种石英子 就是应该说 我们要是以玉 或者玉髓来讲 我宁愿讲精准一点的话 应该称之为 玉髓之类 白玉髓 它的红色 它的红黄色是沁上去 是受沁 而且自古以来 这个婴呢 这个大老婴 就是大朋友 是吧 喜欢 因为婴是代表一种什么 文武为阳的那种精神 历代都有在法 历代都有在法 就是 出土气 一看这种沁的这个现象 还包括我刚刚讲的 在论断它的时候 它是高谷 高谷玉籍 这几种原因 再加一种 沟纹的风化 我经常跟各位讲 沟纹风化一定要看 老玉啊 沟纹风化一定要看 不管高谷中谷 低谷 都要看 它的沟纹风化现象 也是非常的明显 不但那个 而且咱们讲 有些地方都已经到来 那种什么 直辩 沟纹的地方都有到来 除了它有 次生的现象之外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 玉的一种质变 还有就是 它有石英子的成分 应该定位在 白玉里面的 白玉水 就石英子比较重 那还有一个 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 最后我再跟各位讲一点 马上我要出门 它的这个 它的线切割太明显 明显 明显 虽然也有 用这种切割的方式 但是明显的切割 那时候已经 已经什么 进步到 一个程度 我昨天呢 PO的那个FB上的一些 细节照片 各位可以看 它的那个线的切割的方式 是的 就像那个 怎么讲 那个线距距出来 高低起伏 尤其在它那个 上面的这个 带有什么 带有变化 花边变化的地方 还有下面 有花边变化的地方 它的那种零线 凸起 凸起的那种 一棱一棱的零线 就像那个 那个什么 就像那个 那个 锯子 手工锯东西 锯的不平整 那个现象 那个现象 这个现象 就是一种 线切割的 现象 它那个线切割的现象 就是说明了 它是老狱 而且老狱里面的高谷 符合它的风格的 是什么年代呢 就是韩代 所以 今天就以这一件 离者利也 日月利乎天 是吧 白骨草木 利乎土 万物化成 来让各位 weekend 有一个什么 光明的一个 weekend 好不好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有机会我们再进步探讨 所以是有了新的idea 我们再做探讨 好吧 谢谢各位